近日,已经很久没有露面的毕老爷罕见和草帽间等人一起出现在了直播间,当天毕老爷面带笑容,状态非常好。 关于老毕的家庭,他一直很少奇奇,只是他妻子是北京广播学院的,在北京做摄影师,还获得过很多大奖。 当时妻子的名气要比他大很多,两人结婚后生下了女儿娇娇必烈,但是婚业也只维持了十多年。 后来老毕知名度高了,他的工作越来越多,也无瑕不及家庭,再加上父亲因病瘫痪,老毕在忙工作之外还要照顾父亲,因此忽视了妻女。 甚至女儿娇娇住院书业,老毕也难以分身去照看,一些走势将原本和睦的家庭出现了裂痕。 后来妻子难以选择带着女儿娇娇移民进去了加拿大。 离婚的消息被爆出来后,老毕表示默认,但是他并不愿意提起离婚的原因。 网上传出他和妻子离婚,是因为他暗恋知名女歌手周燕红,网游还发现这名女歌手是老毕节目的吵。 可,在节目中,他对女方有很明显的调侃巧道,甚至有手露出该女歌手的镜头。 因此,网报他的婚姻是遭到了第三者插足。 所以,老毕的妻子不得已才选择离婚。 这事传到了老毕的耳朵里,他觉得自己太冤枉了,甚至还亲自发誓证明清白。 老毕回应这件事简直是无尽之谈,自己认识周燕红也只有几天的时间,根本没有任何事。 记者问老毕暗恋女歌手的事,老毕直言,太奇怪了,怎么叫暗恋,暗恋别人是怎么知道的。 随即发誓和周燕红之间没有任何事,如果有事就不是人。 记者采访了周燕红,他也觉得这个传闻太滑稽,非常不靠谱。 他坦言,自己和老毕只是工作上的好朋友。 而且已经和老毕通过电话了,两人都是一头雾水。 自己也并不知道老毕已经离婚的事,除了工作并没有过多接触。 飞门传出后,老毕还被领导谈话,此后,他们再也没有合作过。 飞门传出后,老毕还被领导谈话,此后,老毕还被领导谈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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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